我在台灣 這麼多人罵我 我從來一滴眼淚都沒有掉過 因為我覺得他們狗屁不是 才爆哭沒回台灣過年 留了眼遭傳爸爸是白狼 我張安樂已經把棺材準備好了 隨時可以躺進去 查點張官李戴的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 AKA白狼 AKA竹聯邦大佬張安樂 據說有三個兒子 But在中國樂觀進去的留了眼 卻被瘋傳也是他的親女兒 雖然留了眼當初是很樂觀其成的 過去被問到爸爸是誰也曾透露 沒人知道他有我這個孩子 到他死的那一天都沒有人知道 但是對於被傳爸爸是白狼 他情傷活性表示 我也希望我有這樣的福氣 可問題是我真的不是 就算總裁真的是我爸 做為女兒的應該靠自己努力工作掙錢 不應該啃勞 雖然我也真的很希望這真的是我爹 不要吵啦 現在是除夕夜了 我家裡面的家人 他們都不在了 可是有人說就那你媽呢 你媽不還活著嗎 她活著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我有多大她就改嫁多久了 她有自己的兒子 她有自己的老公 我從有印象以來 我的媽媽就在別人家裡當媽媽 照顧我的 照顧我的 一直都是我爺爺奶奶 那我爸他也結婚了 他也有自己的親子 然後還有新的孩子 很多人看到我在直播間哭了 因為總是有 粉絲一直在直播間裡面問我說 你怎麼還不回家過年 你怎麼還不回台灣過年 我只能說 世界上不是每個人都像的一樣 是有家可以回去過年的 我每天化好妝以後 就要坐在那土年大集 恭喜發財 我就是吃這碗飯的 所以我要給大家祝福 但是每天這個人一直問我 你為什麼不回家 你為什麼不回家過年 我在台灣 這麼多人罵我 我從來一滴眼淚都沒有掉過 因為我覺得他們狗屁不是 但是你問我為什麼不回家 為什麼不回家過年 有一個人問 兩個人問 三個人問 我真的會被問崩潰 我希望大家以後真的不要再問我 為什麼不回家過年 祝大家十年快樂 我只過中元節 清明節 我不喜歡過年 我不喜歡過長秋節 我也不喜歡過專務節 我只過中元節 清明節 還有初心掃子 七大節我的五光 怎麼踏不進去 走錯樓了 我叫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